根据世界犬业联盟的数据 全球被认可的狗狗品种有330多种 家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而搜救犬则是灾难中的无言英雄 最近厄瓜多尔五只曾经参与 国内外重大灾难事故救援工作的搜救犬 已经到了退役年龄 消防员带着不舍的心情 为他们举办欢送会之余 也找到了领养主人 照顾他们日后的起居饮食 伴随他们直到终老 黑色车子在这五只推役搜救犬抵达仪式现场 这一天对消防局的全体同仁而言 是悲喜交集的一天 因为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战友 共同完成了许多艰难任务 如今要道别 脑海里确实会涌现出过往的点点滴滴 画面中的这五只搜救犬可不一般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 参与过国内外重大灾难事故 搜救工作的一员 比如厄瓜多尔 马纳比地震 墨西哥地震 山体滑坡等等 显然是战功赫赫 他们退役之后 会有符合特定条件的民众领养 比如这些人有养狗经验 有能力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食物和医疗照顾等等 纵然有许多的不舍 但如果这些退役犬在新的环境下 依然可以健康的生活 过上悠闲的日子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马青社电视综合报道